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我病之前 其实是很忙的 很忙不是因为我在TVB很忙 而是因为我的人很没安全感 我经常觉得趁年轻要存多些钱 除了回TVB之外 我还回办公室 其实夹状线的起因是因为休息不够 其实是真的 那时我早上晚上回办公室 然后晚上放了工 我就回去电视城入厂拍戏 我持育了两年 身体受不了了 幻想夹状线 然后我没有因为我的身体出现问题 就是要我去叫停自己 我继续做 我继续做这一件事 我每天早上起床 我很大压力的就是 我会不会眼睛 我先摸一摸我的眼 我已经培养了一个习惯 我一起床就摸一摸我的眼 看看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凸 因为急着线会凸眼 我没有凸 我说好 可以继续去过自己繁忙的生活 如果凸眼 就告诉自己眼睛太厉害了 可能要休息了 但是休息的质素不好 因为会整天都会很醒 很醒睡 可能你有时一天睡 一晚睡十个小时 但是真正给你好的睡眠质素 可能是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而且人常会处于很紧张的状态 那时我团契是一个礼拜 翻两晚的 有两个聚会的 那我团契的传道人就跟我说 他说 那么辛苦 Mandy你不要回来 在家休息 争取多些时间休息 你又要上班 那我就 我又很厉害 那我又真的不回来 那我 但是人越离开神 人越离开自己 属于自己的团契和家 我就会越来越不像一个基督徒 我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对待自己 去 那中间我 这个病已经够紧张了 那我 我拿着自己那一套来走 我个人更加紧张 那时 然后到了我确肠患癌 我知悉 我 我 我很明白 我心里面 我 我是不是 继续选择 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呢 其实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对我来说 只是多了一份紧张 和多了一份投诉 那时 那时 其实真的会想 究竟我赚那么多钱 其实有什么用呢 假如 我 明天不在这儿 就说 我有什么用呢 我开始珍惜自己 疼自己 直到 完整了療程 头发出了 那我祈祷 我祈祷 我记得那时十月 我跟祈祷说 其实我以我现在这种身世 未必有人再会想用我 因为有哪一个人 会想用一个病人去上班 那我 我都不知道以后的路是怎样 但是主耶稣我就交给你 那我心里面 突然间響起一个声音 那时我记得晚上 那我響起一个声音就是 就是 起来 你去那里 我记得隐约 我记得看过圣经 好像是 主耶稣叫以利亚 那样做 那我 我就 起来 好吧 起来 那我就给了一张我光头的照 我的表弟就会看 但是因为我Facebook是开放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 那 就有人呢 就马上把那张照片 上载了去一些讨论网 那我就 看到 那我就决定 不要了 我自己 我自己告诉别人 那跟着 这件事公布了之后 那第二天 那公司打电话来 我的无线打电话来 那跟着 有报纸 有传媒 想了解我 那当时我 我自己都害怕的 我很紧张的 那 我祈祷 我跟主耶稣说 我应该怎么做 我应该怎么做 结果 我接受 所有的人的提问 接受所有的人的关心 因为 因为 因为其实勇气是主耶稣肥的 那 我也都知道 我 我 为什么我会有负面的情绪 为什么我会有压力 是因为 我觉得 我的病 对我来说 是一件丑事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但是 但是 其实 病 我们没有做错 我会有压力的 人生到病死 是必经的过程 我可能早一点接触 那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会觉得 我的病 是一件丑事 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那 我 自己想了一会儿 我就决定 不把我自己的事 变成一件羞恥 那我就决定 走出来 让人知道 我刚才说 主耶稣给我 有一个很大的目标 就是希望 用我自己去祝福其他人 直到他觉得 够了 不需要再做 所以 我朝着一个目标走 做艺人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 让别人认识你 那 我有工作 我会继续做 我继续做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也想再做好些 再做多些 那 但是 我们的工作是很被动的 我想说的被动就是 人家喜欢你 与不喜欢你 那 这一件事我觉得 我交给主耶稣 让人去喜欢我 与否 那 还有 我很相信 主耶稣为我所安排的 一切的时间 他 我有时 我见到一些很心仪的工作 我很想接我 我祈祷 我站得很重要 但是神没有让我去接 我以前都会想 为什么 但是我现在慢慢知道 他为我安排的一切的时间 我 我妈妈刚刚回来香港 我就是我妈妈回来的 之前那一晚 我拍完我手头上的剧集 我专心去照顾我妈妈 原来我妈妈70岁 我爸爸75岁 他回来我才想起 我需要多点时间和他相处 所以有很多事情 原来我不知道 主耶稣一早就知道 那 我会继续做好我这份工作 我保证 好 你